今天來到台灣華人部落來玩滑水 那為什麼要玩滑水呢 因為怕水就是要玩水啊 今天是第二次 第一次就是 腳非常的痠 手非常的痠 就是全身痠了兩三天 但是第二次就非常熟練 很多人都覺得說 打這麼多年的羽毛球 沒有繼續打 非常的可惜 但我覺得 不要害怕離開 因為真正的成長是在離開後 我是就讀雲林縣文昌國小 那時候爸爸覺得說 打球運動的小孩不會變壞 當時只有棒球啊 田徑跟羽毛球 那想說女孩子應該不想要曬太陽 所以就幫我報名了學校的羽球隊 我也很喜歡那種團體較勁的感覺 然後就是慢慢打出一些成績 當時也是在雲林縣就是全縣冠軍 在古小的時候有被帶自己打的 就打過一次啊 他應該是三年級吧 被我小小姐 直覺這個人力氣好大 就是很不正常的小朋友 但我還是贏 就險勝 哇 雙方的一個來回的一個進攻的 一個平推擋的一個處理回球啊 最後還是落在了陳昭龍的身上 陳昭龍此前的一個回球失誤 轉職的原因也是因為 從小身體沒有很好 那在這段期間並沒有因為我運動 而真正去讓我的身體健康狀況變更好 讓我覺得我想要退休 在大學四年的時候 想要變漂亮 然後想要體驗一些 學生時期的一些生活體驗 再來就是我想要好好的把我的身體養好 把我的傷養好 所以其實我在大學的四年 是非常非常排斥運動的 我在大學的時候 因為我為了要確定說 我到底要做什麼 所以我其實就是會開始自己去 參加很多像澳美的什麼一些行銷課啊 就是我會開始去上一些外面的培訓 就是幫大學生做的培訓 去年的時候 然後因為有在當任 民權國小羽球隊的運動訓練 當時也是有反應到總教練覺得說 現在運動跟吃跟營養這部分 是非常非常相當的重要 所以他就詢問我說 有沒有這樣相關的協助 當時也是辦了一場 運動營養的講座 反應非常的熱烈 分享運動前中後 到底怎麼吃 然後運動員到底要怎麼補充 運動後的賽後修復 那現在就是 台北啊 桃園 甚至有到其他的 各大的羽球隊學校 都有去做一個分享 我覺得很棒 因為這個分享也是幫助我當時的內心的使命 小孩子就讀民權國小嘛 然後在五年級的時候 招龍教練到那個民權國小去帶核心訓練 然後就接受招龍教練的那個營養照顧 蛋白質的補充 到六年級要畢業之前 覺得他改變很多 長高了快有十四 來 八 很多人問說 那放棄打球這條路 會不會很浪費 但是我覺得 不要在年輕的時候選擇安逸 就是年輕嘛 就是有本錢 就是可以嘗試更多的體驗 大學的時候自己去高空彈跳 就是給自己一個禮物 就是那個網派收入boss外 我就拿網派的錢去高空彈跳 因為我想要感受我自己活著的感覺 但我不敢玩水啊 因為我真的有溺過水